大家好,我是Tricia 欢迎收听安播足球快讯 美洲杯精选数据华尼茨 美洲杯在周末战火重演 亦是今届赛事真正开始的时候 以下为大家奉赏半准决赛的精选数据 2021年7月4日 星期日早上9点 阿根廷对阿瓜多尔 美斯自在冲击南美第一射手 凭着最后一轮分组赛媒开二度 美斯目前国家队入球数字提升至75球 在南美厌役球员中排名第一 而在历史上 美斯距离球王比利的77球只是差两球 在刷新国家队入球纪录的同时 美斯更超越了马斯卓兰奴的147球国家队出场记录 达到了148球 而在打破阿根廷两大队市记录的同时 美斯更在今届美洲杯射手榜上独占了龙头位置 以三球超过尼玛以及其他人的两个入球 至于阿根廷方面 他们对赛往直是占优 双方在历史上总共有13次交锋 阿根廷取得6勝4和3负处于上风 而美斯所参加的6场对阿瓜多尔的比赛里面 这位阿根廷巨星取得了5个入球 入球的效率非常高 说回阿瓜多尔 他们在半准决赛的头号渔蓝 在过去八届美洲杯 阿瓜多尔只是有一次闯入到淘汰赛阶段 在今届赛事 阿瓜多尔更加声尾不足 随着华伦西亚退出国家队 现在的阿瓜多尔就没有我们熟悉的大牌球星 所以他们在没有取胜的情况之下 晋级到半准决赛 已经是最大的膨胀了 在战果预测方面 预计阿根廷会4比1赛阿瓜多尔 喜欢这条片的话 就记得给like 以及要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再share给你的朋友们看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请请查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